每日都有新趟点 小二大内科不听 哈喽大家好 爱你们的小二又准时出现了 龙一熙无欠两人三大志愿的追光者 虽是公益救援剧 但故事细径 节奏好 两人也自带CP火花 近期在网上受到好评 龙一熙陆续合作不少女性 像是二大长月静明的白鹿 谅言协议 承晓等人 以下为龙一熙与七位合作演员 CP感 你觉得哪一对CP最大最上头呢 龙一熙合作明星 CP感觉 一 陈玉琪月上宠火 说起龙一熙 陈玉琪两人 其实他们也算是二大合作 陈玉琪在《香蜜》里 饰演的是魔族公主刘英 而两人截屏香蜜大爆后 又一起搭档的古装剧月上宠火 当初此剧开播前的热度 也是非常高呢 不过月上宠火播出后的反应 不如玉琪热烈 虽然整部剧不至于难看 但剧情逻辑没什么问题 节奏也不会太冗长 但两人搭在一起 却没有什么火花 CP感平淡如水 确实有点可惜 《香蜜沉沉静如霜》 于2018年播出 故事述说天之骄子旭凤 与花生之女紧密的虐恋 此部龙一熙饰演男二号 旭凤的兄长 天庭的大殿下润玉 原本与名字一样 温润如玉 与世无争的个性 在天后得寸禁止的伤害或黑化 阴谋陷害旭凤 报复天后 但实则是个从小被忽视 有爱而不得的可怜人 各种内心挣扎的演绎哭戏 博得好评 是个公认 让观众恨不起来的反派角色 让人印象深刻 《月上宠火》于2020年播出 述说国师之子 月上谷谷主上官透 与宠火宫少公主 宠雪芝的爱恋 牵扯出江湖与朝堂的腥风血雨 此部的评价虽然两极 但无爱罗因西的演技口碑 此次诠释江湖风流人物 表面花花公子 私底下是个有谋略 有心思细腻的人精 各种女人无法招架的聊与笑 即帅与美与一体的身段 尤其是剧中 聊商炮与的桥段 让粉丝为之尖叫 已让观众再次看到不同的罗因西 罗因西合作明星 CP感2 白露 半世蜜堂半世商 长月金明 半世蜜堂半世商 于2020年播出 述说海贵的经济 心理双硕士 将军 为了父亲的事 拼命进了MH金融集团 却遇到从小老是捉弄他的邻居哥哥 袁帅 两人展开相爱相杀的热火恋情 此步热播时 热度非常高 罗因西炙热又充满野性的眼神 加上各种实力祸妻 了解的设定 成功诠释一个让人无法抗拒的角色 并且与白露各种激吻 亲热的场面都十分热火 是粉丝呐喊 就地结婚的屏幕情侣之一 绝佳斯比卡让观众贵求二大 觉得是必看名单 合作密堂后 就有不少粉丝敲碗 等两人可以二搭了 而大家也如愿等到好消息 二人二搭合作了古装剧《长月静明》 《长月静明》改编腾罗为之的小说 《黑月光》拿完B剧本 述说 修仙派女掌门黎苏苏 为了逆转被魔神统治的世界 回到魔神谈台镜 尚未邪化的时间点 并正好化身为她的未婚妻 拯救了成长过程 受尽屈辱的坦台镜 塞里苏苏以身殉道之后 坦台镜改邪归正 最后成为修仙门派弟子 改变了所有人的结局 此部罗云熙全是反派 灭是魔尊 剧照曝光后就得到好评 抢眼的魔神形象 又帅又带感 第一集出场自带光圈 嚣张气场震撼人心 加上此次又与半世蜜糖半世伤白露二达 CP感好得没话说 开播短短29小时 就破战内热度1万 又是一部经典佳作 龙一席合作明星 CP感3 宋倩 心跳原计划 龙一席去年与宋倩主演的 心跳原计划 改编自小说《前客》 原先也是话题度很高的代播剧 不过开播后的评价 也是相当惨烈 剧情没有逻辑 故事发展很尴尬 在豆瓣上的评分 也只有4.1分 除了剧情外 两人的CP感也被狂批 网友指出 两人搭在一起 完全没有情侣感 反而更像姐弟 而且两人同框时 因为龙一席身高不到180 宋倩又是168 两人几乎可以水平直视 看上去更没CP感了 龙一席合作明星 CP感4 承销 良言协议 龙一席去年还有一部 与承销合作的良言协议 比心跳原计划播得更默默 在网上的热度与评价都不高 口碑相当一般 豆瓣分数也只有4.8分 而大多数网友都表示 剧情没看点 情节过于老套 女主角的演技也是完全不行 不过良言协议 其实也是甜宠剧 剧中不乏大量撒糖的画面 只不过龙一席和承销 两人搭在一起 确实没有CP感 就算剧情在高天 也无法救回 受识于口碑呀 良言协议 于2021年播出 故事是说 历史总裁 李泽良 因为交通意外截支 在低谷的时候 遇到元气少女 苏协议 而重展笑颜 怎知苏协议 是为了调查 让他家家破人亡的原因 才可以接近 并且觉得 利泽良是凶手 开始设计报复 最后才惊觉 是误会 其实醒悟后 携手面对困难 此部改编自 慕福生的小说 故事如同一场 浪漫又危险的游戏 龙维希首次饰演 身杖角色 全是一份带着自卑 残缺的爱 龙维希演绎的悲剧角色 一直都很有感染力 此次除了虐心 也多了温馨 给观众带来不同的感受 龙维希合作明星 CP感五 吴倩 何以生肖默 追光者 龙维希 吴倩也是娱乐圈的老朋友了 两人这次合作追光者 其实已经是三打 下面还有何以生肖默 上古情歌两部 而多年过去了 两人在何以生肖默 扮演少年时期的 何以琛和赵莫生 现在看 依然非常经典 各自荧幕 都能感受到 超强的初恋CP感 而在追光者中 龙维希饰演 为了寻找妹妹 前往灾区的精英律师 罗本 胡倩 则饰演救援队的队员 展岩 追光者 于2022年播出 故事述说 精英律师罗本 因为一次道路救援 认识医生展岩 当妹妹在地震中 陷入残垣 展岩与追光救援队的 不放弃 让她对公益救援 生了新的看法 经过与展岩的 几次相处 罗本也加入救援队 两人也在患难中 定情 最后接手救援队 携手将公益救援 发扬光大 此部以民间 蓝天救援队的 事迹为蓝本 由龙依希 吴茜主演 也是两人 第三度合作的作品 但风格 与之前的爱情剧不相同 题材利益深远 各种情感都触动人心 是一部值得戏品的作品 龙依希合作明星 CP感6 陈飞宇 好一行 代播 由龙依希 陈飞宇主演的 好一行 改编自单美小说 二哈和他的白毛师尊 讲述满手血腥的漠然 重生回到 十余年前的年少时代 重立人生 发现了许多前世 不曾觉察的秘密 明白了前世 曾经错失的感情 最终在其师尊 楚婉宁的帮助下 阻止了尘世颠覆 拔除心魔 立生为善的故事 好一行 英国内线单改剧的 禁令一直迟迟无法叮当 真的相当可惜 不过先前网上 又是出两人的海报 两人的外形 意外无为何 感觉就会是一部 大爆的单改剧 只能祈求这部剧能过神 粉丝才有机会看到了 罗云西合作明星 CB感7 张若南 爱情遇见达尔文 代播 8月刚官宣开机的 爱情遇见达尔文 由罗云西张若南主演 改编自柠檬语烟小说 治愈者 剧情是神经外科专家 顾云正 患有罕见疾病的 医学高材生 苏维安相遇 两人从互对 到最终克服困难 收获爱情的故事 这部是医学题材 而且是罗云西及 尔科医生后 久违的披上医生袍 绝对帅气十足 此外 网上也是出了 两人的海报 看起来也是十分有CP感 期待两人在剧中 会激荡出更多的火花